今天媽媽跟女友都有陪你一起來喔 別的不說 希望我們大家 未來如果真的內心有想要做錯事情的話 想想現在可以失去的 這個是我這幾個禮拜體育最多的事情 然後大家都要保重 我未來可能就要離開這邊提電 未來也許會再見 還是說不定 但是就當作請大家去做個影響 這個世界超人 正常在面對 最後有挑戰嗎 看看進去以後的樣子 有些人說我要跑 小說 好對我來說並不是一個選擇 我希望大家這輩所謂的珍重再見 你們都去領我 那也感謝蕭老闆 願意協助我完成這個遺願 就是我想請全台灣人喝一杯飲料也沒那麼容易 呃明天 就要進去了 給大家看看進去以後的樣子 心態是健康的 那但是就心情呢 是沉重的 呃 就看到老木一直哭 另外一半一直哭 甚至一些身邊的朋友一直哭 其實內心真的 不太好受 主要是上來跟大家道別 就是要謝謝 所有的觀眾 就是也許沒有你們 我真的 沒辦法 一路嬉皮笑臉到現在 其實我出來到現在應該接近快 快兩年半 反正就是從 這個案子出了事情之後 然後進去了幾個月 然後又出來 從 等待判決一省 到二省到三省 其實我 我其實就是用一個心態 再堅持下去 就是我就是駝鳥心態 我就當作 這個案子根本不存在 我就是當作這個案子 總有一天 他可能會給我還心的 因為畢竟我沒有犯罪所得 但是 這個炸彈終於還是引爆了 但是就 總是騙自己 總是讓自己覺得可能會沒事 總是讓自己覺得有那麼一絲希望 這個炸彈先擺這一邊 先不管它 那最後引爆的時候 的確是有一點 晴天霹靂 那 就是駁回之後 駁回之後都還 還好 還可以騙自己 但遲到這個執行通知單 真的寄來的時候 怎麼這麼快 呃 那來了就只能面對嘛 那甚至有些人說我要跑 就是想說 跑對我來說並不是一個選擇 那如果你說 這兩年的時間 你要跑 我們如果只把眼光放在兩年的話 的確跑是唯一選擇 但是我要把眼光放在十年二十年的時候 跑根本就不是一個選擇 剩下就要跟大家 大家 好好的道別 好好的和解 所謂的珍重再見 真的要跟大家道別 那 活到現在才知道 這個所謂的保重 是多麼沉重的兩個字 我會盡量控制著我不哭的 你們放心 我生活裡面發生的一切 謝謝 我希望大家 這輩所謂的珍重再見 你們都去領 那也感謝蕭老闆 願意協助我完成這個遺願 就是我想 請全台灣人喝一杯飲料 也沒那麼容易 因為我自己 個人的能力 實在是沒有辦法在這麼短時間內 弄到一個APP 然後可以喝個笑 可以 可以讓大家一人領一杯這樣 不然全台灣人每天來領一杯 肯定是要過彩 所以很感謝 那 也就真的是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現在就是真的去休息去念書的 因為我現在在工作 我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可以完成 專心的完成這件事情 因為我小時候 不念書嘛 然後現在去把以前沒念的書念完 我剛剛開直播之前 我一直在想 我今天直播要做些什麼 要講些什麼 我也想到苦 不到十幾個小時 我就要進去了 台灣我還在想 我還在工作 我到底在衝他小的那種感覺 就是有時候不太理解自己 你知道嗎 不太理解